高启强和内鬼同归于尽 唐小龙说出真相 安心不敢相信 高启强这次走投无路之下 又找到了赵立东 赵立东一直都是保护他的人 可是高启强这次完全没有想到 秘书说赵立东暂时不见客 这态度让高启强心中七上八下 高启强辗转反侧也不能累 而醒来后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 都是冲着他高启强和强盛集团来的 高启强此时才意识到 赵立东这是要汽车保帅 把自己撇清将他高启强给推出来 因为网上爆出来的事情 是只有赵立东和他才知晓的事情 高启强被气得简直要爆炸了 他做了一个决定 再次打电话给赵立东秘书 如果这次在老地方见不到他 那他立马就把赵立东的坏事给捅出来 赵立东被秘书坑来赴约 他还傻傻不知道网上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是秘书爆出来的 并不是赵立东的主意 就这样高启强带着深深的误会 疯狂开着车冲到海里 高启强就这样和赵立东同归于尽 赵立东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天 秘书则是独善其身 让赵立东和高启强背下了这个锅 他看着大海满意地笑了 高启强的突然死亡让唐小龙无法接受 就此唐小龙查到了秘书身上 发现一切都是他倒的鬼 于是唐小龙向安心举报秘书 安心听完后不敢相信 高启强就这么死了